中华文明的象征 长城的精神是永不放弃 就是你明知道它很难去做 但是你还是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通过这样一个真人秀节目 了解长城 走进长城 全球第一档 以长城文化为体验的真人秀 了不起的长城诞生了 走四万里中国长城 学五千年中华文化 这是一档时刻颠覆你 对长城认知的节目 为什么叫绞山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感觉他们画的皇帝画像 长得都差不多 这是一档历史人物 随时空降的节目 冥朝名将 西级光 抱歉你 这是一档绿教如热的节目 招招朝 招朝朝乐 答题吧 我要好好答 整季节目中 班转小队即将登上十段长城 开启一场充满意外的长城文化体验之旅 山海关长城是中国县村长城中唯一一个全地貌长城 由山地长城 海上长城和关城组成 其中山地长城 脚山长城 海拔519米 因其高俊的山势行似龙脚而得名 首战 脚山长城 即将有一个盛大的开幕仪式 专员们为此精心准备 他们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条好这条让他们爬能爬得他们很开心 你好啊 安安 DJ Jason Club 5 4 3 2 Are you ready 王这一座主要是在于慰劳他们 对吧 然后要让他们知道爬长城都这么累 何况当年建长城 你去找地擦擦你的毛 毛都湿了 请专员们盛装出席红毯 先到先走 不要迟到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红毯去了 现在您的红毯仪式到此结束 你要爬完整段长城 整段长城 为什么 这个节目 最后一名到达终点是有惩罚的 我都还没准备好 我还想要嘚瑟一下呢 这不太突然了 好狼狈 万里长城 节目组万万没想到 给我们准备了红毯天竟然下雨了 我们真的是太难了 走帅一点没有 黄霖昊眼泪的自己 下雨是抵挡不住 我都帅气了 观众眼泪的黄霖昊 走帅一点没有 下雨是抵挡不住 我都帅气了 我们看一世到此结束 这么突然的 接下来你要爬完整段长城 太惊奇了 惊喜了 旁边哈我先走了 旁边哈我先走了 我爬 你就这样去你会冷死 你赶紧去换衣服 是啊我会冷死的 但是你去换衣服你就输了 我会追上你的 我 为了搭那身衣服 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 我 那么时尚的一套 我那个外套 巴黎买的 当然这事也好看 李宁的 不用跑 不用跑 我已经累了 红台仪式到此结束 啊 不是你你整这么大红台仪 不在这个人山人海呼呼哈哈 你要爬完整段长城 看一下上面的终点 看一下上面的终点 你可以选择在帐篷 你不在这个人山人海呼呼哈 你能更换衣服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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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这没法爬 我这增高鞋咋爬呀 打扮得漂亮亮了 早上还起来化妆吹头发 然后是找那身自己很 很满意的西装 红台仪式到此结束 接下来你要爬完整段长城 最后一名到达终点是有惩罚的 你现在是最晚到的 有有有有 请去帐篷更换衣服 我我换上鞋 换上鞋 哎 红台这就完了 我太好了 早上化那么满天妆 防不胜防 早上化了 化了两个半小时的妆 连数千花都不够准备 就让我看着头 好 防不胜防 火 我是装白化了 火 我不怕我说 我说你爬的咱们十公里 你要跟着我 跟着我爬的话 我们 我们爬会一个算一个 最后 最后就得知道 身上出去就得 趁我之招手 要 要 要 腰昌天之刀 我不忍说 走 走 好累 长春也太陡了吧 后面有人吗 不知道 我们俩不会最后 那是谁 那是谁 那个姿势杨超越吗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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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是刘烨哥吧这样的 刘烨哥这样子 哎呦我的妈呀 应该是杨超越 他跟不上我们 你确定吗 他这个距离很容易把人甩很远 你不硬呢 哎呦 我太难了 这台阶也太太太太太太太头了吧 那是谁 那不是杨超越 那谁啊 这男的啊 是不是 那真的是刘烨哥 那就搞笑了 下面是谁 报上名来 杨迪 沈南 这段楼梯对你非常不友好 腿够不着 因为沈南的个子不够高 周深你不动了 我在等你 这段楼梯对你也不友好 对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对我还可以 你比他们好个一离 酷 我相信 切到每一个人的镜头 每个人都是 这 老师你歇会 这大长腿走得是快 来 哥你后面还有人的吗 有是不是 我告诉你 那些审题 只要咱不是最后一名了 咋多好事 有咱媳婚吧 喝酒了 谁干后面呢 小天吧 那小哥你上吧我不赢了 那腿大腿有点嘚嘚 你前面几个人 我不知道我就看到杨迪了 你去吧 我 那你去慢点 还有天的不怕的 他说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有成法 后面好像还俩吧 那就不着急了 你看人家那腿 那腿多实用 太实用了 请问你是刘叶哥的摄像吗 跟不住了 后面在谁 叶哥 叶哥 你还挺快 哈喽叶哥 杨迪 绝对是坑着呢 绝对坑着 走 叶哥好 我连衣服都没有换 我连衣服都没有换 咱们往上干呢 走吧 谁啊 谁 你陪哥聊我天 他落会来 你说我听得见 没事 天哥在后面呢 还有谁啊 阮京天同志 阮京天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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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男 你怎么就这么抱我前面去 快到了 快到了 加油 你多大 我9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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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82年 好像带着闺女来爬长城 杨超越 阮京天 为了欢迎你们的到来 雨停了 起雾了 你去 怎么哪都有你啊 我还想问怎么哪都有你啊 你们公司帮你接的商务挺多啊 找找高 天哥 你好 你好天哥 你几点上的呀 我六点多就来了 把茶都泡好了 太好了 我带我闺女来爬长城 最后一段 这是啥呀 我知道了 我认识你 京都念慈安 你还要尽快 突然就 getting 好 正好 我觉得咱们三个 从迟到 可以 暗地结盟 听说有名次 您的人不会是坐缆车下去 输的人爬下去 我觉得你的逻辑很正确 车完你们就加快了脚步 你们会不会太现实了一点 你是第三个出发的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地走过去的 我的草盘 你们怎么那么快 哈喽 哈喽 踏到最高的那个长城上 觉得有一种爽感 虽然一路上上去很累 可是那感觉超酷的 这也是在你没有流汗之前 没有办法感受到 了不起 因为我觉得长城 他首先是经过很多个朝代 很多很多人的心血去建立 就是很难爬 就更不要说是好难去建设 我觉得你真的要去亲身 走到他身旁 才知道他的伟大 和他的意义吧 做为长城研学团的导游 大家可以叫我小张 好的小张 小张 接下来是重要信息 因为是全球第一档 以长城历史文化为背景 这样的一档户外的真人秀 所以才要求大家要认认真真的爬一次长城 是 大家的这个身份叫做班砖团 班砖团 砖团 班砖团的成员 所以叫砖园 您说的都对 您跟你说 而且咱们就班两种砖 班文化砖行 咱就长相上班文化砖 对 是吧 文化砖不行 你就班体能砖 你们刚才的上来的顺序 就已经是体能班砖的项目了 是吗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分了各位 已经有分了 天哪我只有一分 一分 不要停 没事 在此之前你们还答了知识普及体 那就是文化砖 文化砖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分别在不同的场景下答的题 周深 我是直播跟粉丝们一起答的 直播的方式 重点在哪里 现存的是吧 长城中 年纪最大的是哪一段长城 他们回答的是过 哈哈哈哈 你有五秒 五 等一下 四个答案都有 选C 周深答错了 年纪最大的其实应该是B 楚长城 左传里面记录的是 昭陵会盟的时候 齐国想打楚国 但是楚国说 楚国有楚方城不惧怕你们的进攻 说的就是现在的楚长城 超越 刚才打的 他们说随便打不重要 这点 有点 是 明代万里长城序之 驾驭关东 之那里 压力一样 为什么觉得是压力一样 看着 名字比较可爱 哎你别说超越还真的蒙对了 黄明昊就是 相信 靠自己 我可以 请问一下哪种故事故事修建成全的材料 A 芦苇 B 鹤顶红 C 西瓜藤 D 糯米 糯米肯定是 鹤顶红 那不是酒吗 对啊 建造的时候需要喝点酒 有力气 鹤顶红是毒药的 蛤顶红是毒药的 蛤顶红是毒药的 那我选定鹤顶红 建造长城的时候怎么样 我选了鹤顶红 鹤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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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直觉错了 芦苇和糯米 其实起到的是支撑鹅粘连的作用 鹤顶红主要是防蛀虫的 所以不是建造长城的材料 是西瓜糖 叶哥 我是跟一个比较坑的经纪人一块打 孟将你们扶导长城这个故事 扶导的是哪段长城 前面这个肯定有的钱费 在什么时候 孟阳红他到工去修上工业 所以他这里边就两个选项 一个是具体 要么就是最后就遇进 结局这个特殊 我觉得要么就是B 你女人 B B 山海关 山海关 挺笃定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山海关有江女庙 B 山海关 刘烨的经纪人就是金王岛人 那这个本地人的答案究竟对不对呢 我们现在不揭晓 今天一天的沿学礼 各位会学到答案 杨迪他是在录影现场 对 200位观众跟我一起答 哇 你求助一下这么多观众 我觉得应该是山海关 下一题 秦长城 秦长城 确认了 确认 好 各位杀一下 600 600 沈南是在接彩的时候 对 答的 B 这个吧 A 西中长城 各位听我说 你看我说完了之后 我是不是忽略了一个 对小天哥 他没答 他答了 你是怎么答的 他和小妮连线来着 对 以下哪个建筑不属于长城体系 A 天下第一吨 D 陆海石城 不属于应该是明城墙 西安明城墙应该不属于 这里 他就是西安的城墙 我朋友说B 他说的是对的 西安明城墙是城市防御系统 长城一定是在边关 不会出现在城市 而且我告诉大家 他的成绩 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你是怎么答的 因为是文化专院 不 你说实话 他刚才告诉我 他是看我的直播答的 然后比我的分还高 我就是周深的粉丝之一 我看周深的直播很合理 刚好他在答题 你也跟着一起 刚好我也就记起来了 小天呢 并不放心答题的这个人 所以没有做全程的抄袭 他记住了 你不要挑事 刚刚 合理 听什么 来公布一下 就是指示摸底的分数 分数最高的 答对了七道题的软精 所以得七分 第二位 周深 你笑什么 刚刚都说完了 你看我干什么 你在期待什么 我以为我是不是也是 紧接着就是 刚才答对了四道题 得了四分的 独立答题 小岳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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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场200位观众 我都没他们答的力 和那些观众简直 小岳岳 小岳岳 你知道你答对了几道题吗 几道 你答对了一道题 答对了一道题 我只答对了一道题 现场200位观众 太过分了 而且他们每次把我答题说 答案非常统一 大家一致讨厌我排斥我 我才对一道题 我完了今天 叶哥是这样的 叶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真的 叶哥确实是和自己的经纪人一块答的 很默契 所以说 叶哥取得了 和杨迪一样的成绩 你的团队厉害 一个团队相当于200人 相当于200人的团队 才得了一份 特别尴尬 我没想到其实我对长城 其实那么不了解 而且我发现我的这些专员同伴们 大多和我差不多 多数靠猜 我们能够通过做这个节目 真正慢慢地去了解长城 接下来杨迪要去做的事情 是在我们第一站的山海关 综合的 秘密的 这个长城当中 这种根深蒂固的体验 我有点慌 干嘛 到底干嘛 一会就明白了 杨迪做好准备 咱大家选个口号 其实这个口号里边要跟咱们每个都有关系 要不咱们从咱们名字里边选个字 那我选天 天 我选明 我们俩是明天 明天 明天我们招待一起来 迪 迪 南 深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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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叶 叶 明天也超难的 这个口号听起来只有我一个人会比较难 深浪 明天夜朝南天 走了 下一站 哪儿 海上常走 这感觉是像去景点旅游 然后跟爸妈一起 真的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好 哈佛 你好 我想听周深的歌曲 开始播放周深的歌 我给你讲 游戏开车的时候 你不方便摁 你用这个太棒了 好像是到了吧 到了 到了 我们走 来 体验了脚上的斗雨显 山海光的海 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 海上常城 什么叫登楼观海 哇 是海滩耶 都是海啊 这个地方呢 叫做海上常城的入海石城 常城倒伸到海里 所以叫老龙头 就像一个龙头扎到海里面 老龙头虽然是名常城 却在清代被赋予了更多的龙文化 以龙为化身自命的清朝皇帝 把在老龙头长城观望龙赖以生存的沧海 赋予至高无上的寓意 龙文化就此在山海关流存了下来 每年二月初二龙抬头时 会在老龙头处举行五龙仪式和相关的庆祝活动 但这间在海上的常城究竟在明代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那各位请问 为什么要在海边修常城呢 防海军 看海 修常城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观海 是为了防御 一定是防御 就是怕有人趁着退潮的时候沿着冰面上 所以他宁可把这个长城往海里面修一点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当年请问是怎么修的 退潮的时候修的 退潮的时候修 长潮一大了肯定就会成功 不是旱季的时候修 还怎么有旱季 对 说当时七季光到这边之后 他开始加固这边的长城 用当时大的石柱放到海里边 是一个很牢固的这样一个 是像海基石一样的东西 叶哥说的特别对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为了加固 他把那个石块中间用铁水来 对 对 横向和纵向的胶筑 因为只是放石头的话 水一大了就冲垮 而各位 你们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景象 这叫水上飞龙秀 快快快 真的很厉害 赶紧过来看一下 没有点功夫真的玩不了这个 哇 哇 哇 真的很厉害 好想玩 今天这个水龙秀 我觉得就是用了一种最新最潮的年轻人的方式 把传统的龙文化展现在大家面前 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的吸引人 对 大家还有摩托厅 有摩托厅 我待会就肯定是那个玩意儿 我知道了 你怎么玩的 就天游刃的 我不想玩 连得玩 给我吹成面瘫 在看完这个水上飞龙秀之后 黄明昊同学由衷地说 太想去体验一下 对 对 非常好 有听到我说吗 我说太不想体验了 有人征求过你想还是不想的意见吗 小天哥要来玩是吧 我们一起去吧 叶子哥 来 来 这是 你这样怎么叶子哥的发型会乱的 叶子哥发型 不是 我晕水 我晕水 来 让我们掌声欢送 杨迪 黄明昊 软惊天三位 去体验水上飞龙秀 加油 加油 我们先把他们送过去 我们再在这开会 咱们跟他有点距离 你们几个可以不玩 但是也得在海边换成泳装战 你们也假装着急一下 对吧 太危险了 那会儿能别去了 你说万一那水管炸了 沈南 我们三个人拉你一个还是可以的 我告诉你 咱们把沈南哥拉上 对 收拾 沈南 你要叶子 沈南 来 要干嘛 我太难了 我们现在去哪 我们就到那边去 城海楼 楼上应该有皇帝的画像 看看 画得准不准确 为什么我感觉他们画的皇帝画像长得都差不多了 因为爸爸 儿子 孙子 可是一般儿子都像妈妈 周深你现在打他一下 你说的对 因为妈妈其实跟爸爸长得挂像他们才会结合在一起 咱们看看这海 你看这 这就是关海楼 你说他们会有赶海吗 就是抓海先吃 一会儿咱们再聊 现在都怒了 你现在想的不应该是赶海抓海坚持 你现在应该想到的是 那块还有四个人一会儿要去下海赶海 杨妮把裤子给我 你先 你先 这边你看到吗 这是哪 这是什么方向呢 东西 东西什么呢 北是吧 对 那猜这个北 它不是正北 是正北 是正北 它是正的 所以就代表这个房子修的是歪的 这个房子修的是歪的 你打他一下 我正在踢腿脚了 方圆 你记住当我们讲长城的时候 你不能按照绝对的东西南北来定 楼子的方向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玉山就要跟着山势走 玉海就要跟着海势走 我们走了 会合了 记住啊老龙头 你们还好吗 不 不 好 好 好 其实应该一起站着看谁先露脸 那当然是你啊 那当然是你啊 走吧 咱们走吧 四位勇士 快出发了 哇 哇这是冰的 哈哈哈哈 这个水冰到一种境界 哎太难了 对手还来得及吧 人家专业的人士都已经等着大家了 欢迎加入水上飞人秀 我要一个温柔一点的兄弟 谁技术好 你会转圈吗 转圈 别转别转 哎呀太害怕了 有危险性吗 客人有玩过这些吗 玩的人多不多 会有人掉下去吗 我我会掉吧 我会掉 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啊 我真要疯了 杨迪加油 加油啊 加油啊 走吧走吧 咱们先上 小天哥已经下海了 上了上了小天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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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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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哥 站着 好 好 好 那你这样可以吗 嗯 哇哦 哎 哇哦 棒的 耶 选担上了 哇哦 哇哦 我不想上去 抱住我你不会掉的 挺吓人的这个 掉下去怎么办 不会掉下去我抱他 哎呀呀呀发 不着急我没准备好 我不行我不行 我不想上去 抱住我你不会掉的 挺吓人的这个 一方面骑虎难下 一方面我又正好看到 那个小天哥从旁边过来 他非常非常兴奋 小天那块很帅你看 我看他好像玩得也还行 然后我就硬着头皮上了 我有点紧张 我会掉下去怎么办 我会掉下去我抱着你 我还没站直我还没站直 哎呀哎呀翻了 不着急啊你不走我没准备好 我没准备好 我不行我不行 是杨迪一直在抓的那个 对对对船 杨迪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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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 杨迪兄弟 你肯定没有问题杨迪 杨迪哥希望你能像长城一样在海里屹立不倒 站起来吧 你肯定没有问题杨迪哥希望你能像长城一样在海里屹立不倒 你能像长城一样在海里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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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一个长城专员 这个水龙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挑战 上去以后就是比想象的温柔一些 所以人很多时候恐惧都是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 其实真正体验以后发现还好 你们是我们长城冠专小队的焦 冰到炸了你 就除了冷一点都还挺好玩的 是不是还挺好玩的赶紧配上 好玩吗 超好玩 是吗 虽然才第一期 可是就觉得这几个人好像就像是一个团队一家人一样 担心你冷你知道吗 然后就拿浴巾给你拿外套给你披上 彼此的关心好像就把彼此连接在一起 就像长城的一个一个楼一样 连着连着连着连在一起都会无限大 杨妮你刚才表现太好了 你们在这听不到我的喊叫声 听到了呀很大声 不知道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但是你很酷 西边的长城都听到你呼声了 你梦江女啊 下来了就好又完成一关了 答题吧我要好好答 现在有没有认识到答题的重要性 太重要了 答题和爬长城的重要性 这里能做到的时候尽量做到吧 免得后面就是不受你掌控了 吃饭了 走 吃饭了 吃饭了 你好哈佛 把音量调到十一 闻到味儿了吧 吃饭了 这种食物在当地叫浑锅 浑锅 其实是谐音 昏 浑锅 话说当年伴随着清兵的到来 他们自带一道神秘的关外美食 浑锅 当时清军的一位大厨 整天琢磨研究快手菜 后来索性用铁锅煮了个大乱炖 交给士兵食用 没想到 这种酸菜为主 加入肉类的煮法 不仅简单方便 而且美味十足 这种混搭风的火锅 就这样在民间走红了 快速狙击到山海关民众的味蕾 扎根此地三百年 几经改良 历久弥新 终于变成了今天你最爱的样子 以前有钱人家是什么呢 是西瓜 而普通百姓家 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 就是铜锅 经济条件再好一点的 就是里面镀一层气 然后现在呢 就全都是这种景泰兰的这样的锅 我只想问什么时候开锅 马上开锅 红火火火 这个魂锅呀 它在当地呀 它在当地呀 尤其在过年 可不可以我们吃的时候 我可以问个饮料吗 我可以问个饮料吗 我生气在我们吃的时候脸上滚字幕那些资料 就这样滚没关系的 真的 刚才杨迪 在做过水上飞龙之后 由衷的感慨 以后要好好答题 有四位刚才参与了水上飞龙 对所以你看你们的筷子是自由的 你们的筷子是自由的 你们的筷子是自由的 啊 啊 我就说刚才这个筷子有点像水上飞龙 啊 啊啊 哇 啊 啊 好有爽意啊 啊 啊 我饿了 哈哈 这个都 哈哈哈哈 做梦也没想到吧 你还读到 哈哈 我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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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锅开锅 哇 周深 夹 快快快 趁机趁机快点快点快点 啊 哈哈 好好笑 你们多说点好话 我们帮你们夹 你太善良了 来来来来 你们这 这点汤呢 他咋了呀 本来是个惩罚的 现在我们变服务员了 知道吗 我就不信了 我还拔不下来 你们用后面那个植物 自己做一双筷子都好 哈哈哈 小岳 这首游戏规则 哈哈哈 我没有啊 他没说不能扒拉呀 哼 哼 哼 杨超岳 哇 可以啊 他没说不能扒拉呀 有人扒拉了啊 有人扒拉了啊 哇 哈哈 选拨组这时候就应该说一句不许 选拨组不控制的吗 啊 我自由的 我是自由的 我的自由也这么大 哈哈哈 你们把节目组就这点用心全给破坏了 我只能说节目组没有镶得太紧 也是挺失败的 哎 这些年轻人 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这种自由感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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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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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到没你看到没 不是 他从里面崩一个滚烫的栓带崩崩到我的人中 你看到没 你看到 男人组有有大米饭吗 或者蛮道饼锅龟 谁要吃主食 我要好吃 哇 包子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叫菠萝叶 为什么叫菠萝叶 菠萝叶 是菠萝树的树叶 山海宽这块的一种特色的植物 叶子别吃 叶子是干嘛的 就是提香 能吃到植物的气息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奇迹光带的齐家军是浙江义乌人 这是大北方 大北方就意味着粗粮比较多 所以这是典型的叫粗粮细做 啥馅的 里面三鲜馅的 请大家品尝 因为我们在老龙头 在山海关 所以长城文化加龙文化 是山海关的特点 比如每年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一天 就有五种主食 请看五位服务员端上来的 但是大家必须要猜对了 猜对了就上 我们先来看饺子 饺子是龙什么 龙铃 龙铃是绝对是对的 如果不对怎么办 不对他说的 来 大家统一一下 来 三二一 龙胆好不好 确定答案 确定答案 龙胆了 在您端着饺子出去之前 告诉大家这个是龙 别老爷 龙耳 好的 来 妹妹 第二样 馄饨 长啥样 长啥样 等会儿龙胆跟他猜了吗 龙眼 龙眼 龙眼吗 是龙眼 是不是 我用我人格担导 不是龙眼的话 要酸菜崩崩人中 对 我用酸菜敷面膜 不是龙眼的话 就今天把改了 我想干酸菜敷面膜 来各位 祝大家享用一份 第三样炸糕 炸糕大家喜欢 里面是豆沙酸的吗 是龙胆 就是龙胆 我有自信 就是龙胆 还有春饼 是不是龙铃姐姐 对 是龙铃 是龙铃 来 请大家享用龙铃 春饼 最后的面条 请问面条是龙的什么 虚 虚 金 金 龙虚 龙虚 到底是虚还是金 龙虚 是吗 好 来 面条 祝各位用餐一罐 来 各位 有好消息有坏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要先听好消息 先说坏消息 坏消息是外面雨下得越来越大 你们能不能说一说 专家好不好 因为今天任务是等雨停了继续录 下得越久我们越完蛋 是吧 好消息是 相信雨会停 相信雨会停 来 各位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长城上面有什么 好 简单 简单 太简单了吧 我这位置能憋死我吗 真的 长城能有的都没 长城上面的东西说实话不多 哈哈 你现在想点歪门斜道 歪门就不太有的那种 好 来吧 长城上面有什么 砖头 人 风火台 脚草 人 人 哈哈哈哈 好多人啊 叶哥前面说你们可以想一点刁砖的 人 人 人是最普通的答案 好刁砖 你们想点刁砖的 谢谢叶哥救了我 来 但是呢 这个环节有惩罚 真的要这么做吗 导演 不是说怎么了 西砖吗 吃啊 看那砖我以为是真的砖的 但我拿到手里边一掂量 啊 我很踏实 很轻 一看就是泡沫做的 我很自信 我说那好 那我自己砸一定要砸个漂亮的 啊 来了 轻点啊 小心砖 走你 这里面有什么 啥玩意儿 对 导演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能输我不能输 哎就那丑角在里面那个败奖 这个丑角现在经过你 啊 面粉 面粉 说上我今天听大家讲了一天了 我一直没有实感 现在我感受到了 现在我感受到 防不胜防 没有一个节目组敢这样做 你别乐乐 继续 快 调动一下你们刚才在答题的过程当中 和之前直播答题的过程当中 那些知识处备 对啊 那么学东西啊 对啊 特定红 来 开始啊 预备 杨迪打节奏 预备开始 长城里面有什么 旗帜 大树 炮台 你也在没睡 哈哈哈哈 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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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机器人 干干我了啊 炮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还有那个 都是你吗 端 端 说过了 说过了 哈哈哈哈 不要说了 来 不是 过来 每个里边的那个调料不一样 粉 粉颜色不一样 看超越这里边会有什么呢 有面粉 有辣椒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辣椒粉 哈哈哈哈 猝不及防 猝不及防了 砸下去 没砸开 我想趁这个 转不注意的时候 趁你转不注意的时候 转是注意到了 他是没接收到 我要拍他的信号是吧 果然你超越这个 太突然了 对了 好 你觉得 没得摆过来 我们从这开始 都用旁边的人砸了 你觉得怎么样 小的 好不好 这样砸的话 就不能这样抓了 就一定要这样抓 哈哈哈哈 来啊 接下来从周深开始 茶层上面有什么 糯米 蓝的 爬梯 刻的字 糯米 糯米有人说过是不是 糯米谁说过 我说过 我说过 砸一个 一一块砸吧 哈哈哈哈 你咋脑门 别砸脸 我这样嘛 这嘛 对不对 我就这样横着过来 哈哈哈哈 哎 讲我的意思 那那样那样疼 他头顶 他人把他拍摄 哈哈哈 我这样在这排这样的 你也拍摄蛇 把钻头拍摄 别怪我 别怪我 太子磕疯了 这是规则 别怪我啊 我用点力哦 不然 让好几下 你手抓住了 要不只能就 还像那个超越那 你用点力 一二三 嗯 哇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杨迪玩不过老玩家吧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怎么还带拖的呢 哈哈哈 拿点水咱们帮个脚是吧 哈哈哈 这个节目太吓人了 哈哈 哈哈 我 哈哈 来吧 再来最后一轮啊 来来 长城上面有什么 第一楼 想卖布 哈哈哈哈 yes 没有吧 有啊 有啊 来来来来 来 小月月凡是我一个巴掌 你会吧 我现在我现在趁在注意 我要开你了 从他那个一看 一看他头部洗的油光增亮了 给他全弄白了 你什么时候打呀 能不能快点 广哪儿拍啊 尽量这样拍啊 十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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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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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坐你右边 所以 我们是在第一期的时候做这个游戏 我告诉大家 导演组的设计其实特别用 下次就放贺敌红了什么 不是 通过刚才大家说呢 确实有一些重要的信息 要提示给所有人 说了一些不应该出现在长城上的东西 对不对 确实是我们看见的 对于长城来说有长城保护条例 一定要保护长城 第二 当我们所有人今天在角山长城上 这一上午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 真的就包括了垃圾 刻的字 包括了刻的字 好多字 绝不允许在长城上刻字 而且无论是景点类的 还是野外类的长城上游览的时候 请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随手拿一个垃圾袋 对 把你吃剩下的喝剩下的那些垃圾 放到垃圾袋里 带到长城下面 走完我们整个了不起长城的这个研修之后 我们一定要在做这个游戏 在做的时候的感受 我们这块放的就是真转 因为我们不会再被砸了 咱们又该去搬体力砖了 我们下一关来了这儿不可能不去 天下第一关 严学团的同学们走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在那个水龙秀之后 我还想到了 好像还应该送大家一份厚礼 啥 就是有一份礼物 什么 什么 什么东西 过年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的舞龙表演 谢谢 在这儿一个是长城文化 一个是龙文化 因为有四位已经做好了水龙表演 还有三位呢 应该要做惩罚的 就那个筷子上不是拴着皮筋 但是他们很快就把皮筋全都剪掉 不符合规定 所以四位 你们现在可以出门坐上旅行车 直接到下一站 而没有的人没有水龙秀的三位 你们舞着龙跟着我们跑 好 好 耶 节目组真的是千方百计的想把龙文化 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先是到老龙头 看完水龙秀 然后后面又去舞龙 就发现所有的事情都跟龙有关系 就很棒 很棒 我们下一个关键 真的就这样 走了 时间有限 你们先换衣服 叶哥 你这挺合适的 特别吵 很吵 对 真正的美人是能经得起这种 绝了 你知道 他们怎么能临时想就发来玩我们 我可以接私活吗 十块钱五一色那种 四位 上车 坐后面的人用那个球逗他们 准备好了 我们就出发了 专门给你们三位准备了一条迷你龙 追求 舞起来龙得让有一点翻弹 这太难了 开细化 真好玩 谢谢 回来了 好玩 师傅加速 我加速 旋转 我就发现你的队友们真的很讨厌 杨迪 笑的 扁条提 我都看见 他就 啊 你要追我的球 你们转个圈 龙转个肥个圈 好看好看 这龙感觉在骂我 这龙感觉在骂我 玩我的球 玩我受你的球 结龙结龙 球爱玩球 我太难了 哎人这三位真的非常可以了 好棒啊 很棒啊 一个球 要不你们以后就留在这里做这个吧 好了 来吧 我们去天下第一关 我们现在就是 在天下第一关的 关城下面 一定要把我夹两下中间 三山夹两盆就这个地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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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城真的就是这样的 对吧 真好 蜿蜒 来我这 我不行 我差一点 你在这 你应该差不多 我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在这 我这刚好 对 和想象当中的长城好像不一样 对 因为它是一个官城 今天晚上在这里面给各位请来了一位嘉宾 郭老师 郭老师 咱们大家站的位置就是 这个位置啊 是山业关关城的东墙的东门 叫镇东门 这个楼呢 叫镇东楼 也成为天下第一关建楼 左手这边是燕山的一脉 我们叫脚山 中间这部分咱们现在站的部分 就是山业关的关城 这边呢 就是老龙头南面入海 深入大海的 它这个布局啊 就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一样 所以山业关呢 又成为凤城 自己走 看到了视野有限 看到那个结构图才知道 哦 原来这边是这样这样这样 在山业关 你可以看到综合整个长城的一个 一个地形地形面貌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各位专员 可以 来来来来 咱们南海关书法家处处有 老师您贵姓啊 我姓陈 陈老师 陈老师 你看这幅对联呢 现在是挂在孟江女庙 来念对联 海水潮 海水潮 朝朝朝 朝朝朝落 浮云掌 常常掌 常掌 常销 这是一个最标准的念法 还有 海水潮潮 早 朝朝 还是你潮潮 浮云你潮潮 潮 那是什么海水潮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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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云潮潮潮潮潮潮潮 潮 潮潮潮 潮潮落 干得漂亮 潮潮潮 吴云 长长 长长长 长长潮 我毕业了 枕大改你了 海水 我没有知道那么多 我都是学 海水潮潮 潮潮潮潮潮 海水你潮潮 吴云你潮潮 海水潮潮 啊 老师写的 我真的看不出来 我都是学 我昨天晚上学 来 接下来是黄明昊同学和周深同学 海水潮 潮 潮 潮潮潮潮潮ogether 海水是个潮人 海水潮 挺潮的 就长潮 懂了 嗯这个好听 吴云 涮 潮 长长长啸 好听 太有才了 海水潮 舟潮 舟潮 舟舟落 浮云长 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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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 好好听 海水 舟舟潮 舟潮 舟舟落 浮云长长长 长长长长销 长长销 又不一样意思 真的不一样 每个的意见都不一样 这个两边还能对上了 上下还能对上 都能对上 人事 真的 人事的变换 如浮云如潮水 如浮云如潮水 说得好 都会长都会落 都会长 啥也别说了 中国文化普大精神 啥也别说了 咱们这样 既然已经说到了 这幅队联 是在孟江女庙外面挂着 所以下一步我们去找 孟江女 哭塌长城出 外面天已经黑了 适合向传说了 可以唱了可以唱了 孟江女 要适合这个意境 来来来 孟江女 孤长城 天孤长净 是谁真明天 七位专员 马上就到了传说当中 孟江女 哭塌长城的地方了 你看到她的参差和不平 这段长城就是 反复她 反复修 对 然后所以 怪孟江女 其实实际的情况是 这一段长城 这一个地方的地基下面的土 土质比较疏松 就是修完了之后就容易塌 坏不坏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国家交代 她就说是孟江女哭坏的 孟江女背锅了是不是 最后就化成了有道理 用传说解释这些 月月你说一下土质疏松 土质疏松 你说这里土质疏松 我这儿古质疏松 来预备说 这里土质 走快点 算了算了 好像土质疏松 土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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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啦七位 有惊喜带给大家 啥玩意儿 有惊喜 这是什么 带给大家 这是什么 哇 哈 请七位就座 要哭到这座墙吗 哭到这座墙吗 不会让我们用头撞开吧 这里土质疏松 这里土质疏松 这块不疏松放心吧 既然是 说到了梦江女 我从来不骗人 天黑了 到了讲传说的时候了 好 所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梦江女 哪儿呢 哪儿呢 哦 哭到万里长 我 我 不许 我就是哭到清长长的梦腔迷 我的丈夫因我成婚三日 就被抓去修至庆畅畅 不信名善谎圈 你们还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与我们无关 有何愿意啊 又是去找皇上 又一个 我才是真正的梦将一 我比你还要造死的预念 我的丈夫乃气过将军 明交气量 共大旅国不信甚往 哎呀 亲者 亲者 三个梦将女 他们倒不是 我才是这库道山海关的 梦将女 我的父居秘密叫做梵戏亮 她 她 她的事故就埋藏于这山海关的 长城之下 须抚梦将女 故事永流传 千年梦将女 故事永传 长 过分 你们傻 好吧谁是梦将女 哈哈哈哈 我有事情找她 你说谁可以哭倒的 我我我墙砸的时候 我特别怪自己傻你知道吗 因为我就看到那边中间卡了一个 高波 上面有个摄影机 我还看了个笑声 这狗婆我干嘛 然后后来梦将女出来之后我的那个 注意就被吸过去了突然来了一下 我真觉得我们真的很烦呢 我不知道后面那个 我以为是某个游戏我们要去 搬石头也好拆石头也好 唱着唱着突然后面炸开 哈哈哈哈 这块不舒松放心吧 我从来不骗人 我从来不骗人 不是 哎呀 你自己 在 好好好 好好好 所以其实三位呢 是唱了三段 这三段呢 恰好就是我们说过的 梦将女这个故事的由来 最早是左传说的是棋梁妻 没有说枯长城的事 棋梁战死 都没有棋梁的妻子什么事 后来到了 呃刘向 在 《猎女传》里面 还是在说棋梁妻 但是在棋梁妻的 基础上 又开始引出来了 她哭倒了城墙 唐代之后才出现了 孟将女说枯长城 她的丈夫的身份才变成了 呃万喜良 就这么一个变迁 三位呢 是不同的剧种当中吧 是不是 是 您是哪个剧种啊 我是山东旅剧 旅剧 您是 河南玉剧 玉剧 我是山西 静剧 棒棒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 你像山东 山西 河南 不同剧 剧种 都在唱这个故事 都在唱这个传说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 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 呃 史上并没有孟将女这么个人 但是你们也听到了孟将女的苦 以及她们把长城哭倒的 这个能力 看出能力了吗 太厉害了 现在呢 给各位留一个小小的难题 哎 孟将女呢都很悲伤 很悲痛 所以你们只要是把她们逗乐了 中间那个应该不用逗吧 笔记要笑了 这一关 笔记要笑了 墙又要塌了 我的天 你们啥谁又哭了 我跟你说 讲不好 墙没准随时就塌 让周深先来吧 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皮卡丘 对 就皮卡丘正常的声音 他是 皮卡丘 然后那个皮卡丘他生气的话 他就 皮卡丘 然后那个如果是 那个特别文艺的皮卡丘 皮卡丘 那请问二货的皮卡丘他是怎么样 皮卡丘 皮卡丘 二货 不是 二货版的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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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要坚持要坚定 来 两笔 老婆 老婆 我来了 你从粉里出来了 你从粉里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一块给怼回来了 我就对着你来讲 我给他给他讲个笑话 给他讲个笑话 但他太冷了 我先为你披上衣服 来 我给你讲个笑话 有一天 鲨鱼碰到了大嘴鱼 大嘴鱼就问鲨鱼 你看我 大嘴鱼就问鲨鱼 鲨鱼 鲨鱼 你要去哪 鲨鱼说 我现在要找到大嘴鱼 我找到大嘴鱼 我就要把它吃掉 你有没有看到大嘴鱼 大嘴鱼说 我没有看到什么大嘴鱼 Or 姚名所有的孟江女都没有反应 你好好笑 这演艺事业上都一定要砍 这个什么钱局气穷了 回来吧 没辙 这太难了 没辙 来 我们七位一定得把我们队里面的大哥 要请 必须要 大哥还是要来一下 大作 看他的能力怎么样 耶哥可以 来 预备开始 就是那个 你叫这个 猫 猫怎么叫 猫就是喵 就是那个锦州的猫怎么叫 喵 喵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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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都笑都笑都笑 大家给我一个小面子 我就随便说一个哈哈的笑笑 每个人咱们一个特别温暖的包包 奔奔 都笑了都笑了 告诉一下各位 不要小看三位演员 因为他们每天要给各种各样的人 在讲孟江女的传说 而且三位都是经过了专业的戏曲的训练 他们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在舞台上就笑呢 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训练 不是你们讲的不好笑 怎么样 有感受了吧 是不是 所以还挺专业 真的很专业 真的很专业 再次感谢各位扮演孟江女的女演员 谢谢 今天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 就是拍着说长城上面有什么的时候 有人说到刻字是吧 对 长城上是可以刻字的 为什么 来请大家看一个文字砖 文字砖 对 这就是 对 这里也有 大家使劲辨认一下 这一片 都很多 这一片有很多的文字砖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都是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有这个文字砖这种说法 是不是有人请人来做长城了 然后他就来刻字 天台的很多砖都是谁是谁造就写在上面是谁是谁造的 责任到人 这是沈南今天答的最好最好的一次 因为在长城的修建过程当中 真的是有责任制 对 不能塌了就塌了呀 所以一般文字砖是前面是年后面是三号 如果这段长城塌了出现问题了 就根据文字砖来追责 其实它是一个质量保证 就相当于是保证这段的质量盖一个戳 成质 这个是质量保证 因此我们说到刻字的时候不要把它学对话 在长城上今天真的不可以刻字 它违反长城保护条例的内容 更不可以刻谁谁谁到此意犹 但是在历史上长城上是可以刻字的 刻字的目的叫做质量的保证 质量的监督 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基本上信息都差不多了 对 脑子里梳理一下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 答题环节 走了一天的长城路 专业们肚子里吸收了多少墨水呢 眼看就到最后一关了 然而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度 太冷了 不仅导演组给他们设置障碍 沙海关也送了他们一个惊喜 专业们能顺利完成吗 今天的天气就是狂风暴净 我现在不敢确认这个游戏 你们赶快做 因为它本来的游戏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在这上面 是 然后打击游戏 然后每次剪掉一根绳 最后是掉下去的 这个真的要谢谢导演组 因为导演组真的有问我们说 你们来决定 就是不勉强 尤其现在海边的风势 跟有点雨有点大 这个男孩肯定没啥问题 这女孩会有点 还有办法吗 就是女孩不做男孩做 那就要做就赶紧坐吧 坐坐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坐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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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还是坐吧 如果不给点难度的话 不给自己这个受到点刺激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真正挑战的精神了 想到小岳的女生 就让她来跟账场房老师一组 她来做惩罚 各位专员欢迎来到我们最后的答题环节 在这儿呢 需要补充一个信息 在明代守长城的这些数边的战士 是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不管什么样的天气 他们永远都要在岗位上 今天各位在这样的风 在这样的气温下 大概对这种感受 稍稍稍稍有那么一点体会 我们能感受到风 我们都不敢转过去 来吧 我们先热热身 沈南你和安安搭配一下 好吧 好 舞动一下 来安安 来来来 跳舞吧 就抖一抖 好嗨呀 哎呦我的妈呀 太嗨了 一二十呼吸 健康不费力气呼吸 跟着我一起 你祝你伤不尽都念慈 好 好了 四位周园 好唱 现在热身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的这个答题环节 非常简单 各位请看你们的身后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蛮佩服节目组的 但我就蛮喜欢这种有意思的东西 有挑战 那下面是水还是冰 我们拖的时间再长一些 就会变成冰 结冰了 结冰了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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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准备上鞦韆 我来拉这个 我来第三个 挪挪挪挪 好 我看不到题目 我要坐下去吗 你先我帮你拉的 让我们当起双家 他们好像那个西游记里面被困的同男同女 明明是被绑住的猪八戒 而且咱们还有挂的这个架码牌 而且我现在呢 一定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装置 这搭建的是一个敌楼的形状 石心的敌楼 以前士兵的上下 都是通过吊篮这么吊上去 所以这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游戏 我们这个装置的设计 是让大家更深地感受到 长城在每一个建筑层面当中 所蕴含的意义 你们现在就是六位戍边的战士 好 我在开始之前我要喝一下 百年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 蜜念川贝提巴高 因为在这么远的距离跟你们这么喊 实在是太肺嗓子 整天喝了 准备好了 第一题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下一句是什么 A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齿好压真遗憾 B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形成二万 C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到居庸不识观 D 不到长城非好汉 到了长城一身汉 A B C D 屈指形成两万 是吗 你 你加说吧 你不用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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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等等刚刚 手指头麻了 四 手指麻了等会 我这翻不到 啥啥啥啥啥啥啥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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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C啊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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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到答案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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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叶哥之外其他都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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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来自于毛主席诗词 清平乐 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难飞燕 你看叶哥准备好剪绳子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形成二万 B B B 所以 超越出发 叶哥 我来了 你别剪错了 小心 这个 这个 小悦悦 你别剪着自己下去了 你要小心 你不要成为第一个掉下去的人 好嘞 好 好 来 请看第二题 以下哪个时期没有修建过 冠礼长城 注意是没有 A 秦朝 B 汉朝 C 唐朝 汉朝 汉朝没修过 你确定 没有修建过 我 我查过 是吗 是吗 是 B C 他告诉我是B 我查过 唐朝还是汉朝 好 好 而且我告诉大家 他的成绩 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你是怎么打的 我是文化专院 文化专院 超越 哪个朝代 我猜唐朝吧 好的 除了叶哥认为是唐朝 其他人都认为是汉朝 好 在历史上 很重要的一位皇帝 叫唐太宗 他坚持认为 有好的政策 对于边关来说 安抚比简单的防御和抗拒 要更重要 我查查查过 他告诉我是B 所以唯一没有修建过万里长城的朝代是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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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错了 不是我为什么那么信任你 我为什么那么信任你 为什么 我查了 我查过 我真没骗你 我真的不说谎的 我真的查过 叶哥和杨超越是唯二正确的 我来了 你说天真很肯定 我就想到选B吧 他叫我看错了 我再也不相信阮金天了 我看错了 我真查了 我就是看你们那边 我也是 我查了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 没想到看错了 我这把相信自己 告诉你我要再错 我一次捡三根 应该相信叶哥 虽然他只对了一道题 但是他有知识储备 汉长绳 就是 你不跟我们说一下 我这里都已经断了一根了 叶子哥 牛 我刚才 我看你们又全一样 我刚才又傻了 现在大家的状况是一样的 都是断了一根 各位 请看第三题 长城的将士 在发现敌人的时候 会在风火台上点狼烟 狼烟因何而得名 这我查过 我觉得是C 叶哥 叶哥 我觉得是C 超越你的答案是 B 超越的答案是 B 我瞎猜了 我要B A 你觉得是啥 你们信我 你们信我 A 我不信 A了 我不信 A了 真的吗 不是A怎么办 原来我捡三根 你说的 如果破的话 我的那根捡在你身上 行 可以 可以 请亮答案 A 又出现了只有一个人的答案不一样 这个人叫周深 蛤 周深选择的是B 其他人选择的都是使用狼粪烧出来 不看答案啊 快捡周深吧 这都是常识嘛 在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 大家知道牛粪会用来取暖 会用来燃烧 就以为狼粪原来也是可以烧的 但是事实上在史书当中 从来没有记载过烧狼粪 之所以叫做狼烟 是因为 哎呀 B了 匈奴突厥 吐蕃等少数民族 把狼作为了图腾 所以除了周深 其他的五位 全都是错的 软惊天 减三个 软惊天 我再也都相信你了 现在大家是不是就知道了 软惊天 当初在实践前的测试当中 答对七道题 真的是看 超我的 真的是看周深直播的 你真的是超我的 我发誓我两道题都查过 你查的假吗 你是在一个假宝在查的吧 没有正常发挥 你的局域网在哪里 狼烟我就查过 我又查了一遍 他只是没说烧狼的粪便 他烧的是动物粪便 就是我基本上看到粪便 我就对了 就这个 我特别有把握你知道吗 就没想到自己会错 所以说不光是女人 男人也一样 不要轻易相信一个长得帅的男人 因为他上的没准是什么嘛 超约来 咱们再去捡五根 这危险了 完蛋了 哇 哇 哇 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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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信任出现了危机 首先那个狼粪都很难收集 对 我们怎么能相信啊 我特想选B 以后我们就把掐个六答案 当成排除选项 现在改成自己挑着剪了啊 你别把自己蠢下去 你隔一根剪 隔一根是吧 对啊 我的妈呀 你这个很容易 把自己蠢下去 对啊 还你 吓死了我就觉得 你不许告诉别人错答案 你还蠢自己 好 好的 我再也不信你了 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阮金天的嘴骗人的鬼 我热 你管我 我热 来 请看第四题 以下四首歌中 有一首不含有长城的元素 是哪一首 我不告诉你 A 厉害了我的国 B 龙泉 C 大中国 D 歌唱祖国 是哪一首呢 超越 我 D吧 亲爱的祖国 D D D 绝对是D 我选的是B 天歌选择了龙泉 OK 龙泉被我们拍出了 不是 是ACD 龙泉绝对不选 绝对不选 公布吧 3 2 1 选择 除了阮金天选择了龙泉 其他人选择的都是歌唱祖国 哦 龙泉一定有长城 我记得 你都和我演行 这东北东 全民主的海岸 协向你此动 让长城向我 今天来到上 你害了我的国 你害了大中国 你换过 漫里长城迷吧都 谁望何谁偷偷 兄弟姐妹都会破 情色也不错 熟悉歌唱祖国的朋友 现在请大家在脑子当中 默唱一遍 你就会发现 真的 这首歌里 并没有长城的缘性 太开心了 你把那个钳子给天歌自己 我看他能怎么下去 小鞋啊 我帮你捡你服着好不好 我可以 这个举动如此的壮烈 小心 小心 很帅 很帅 你吓死了 吓死我的娘了 请看第五题 才第五题 快没救了 这道题有点难度了 古代长城传递军情 有很多种的形式 除了放狼烟以外 我查过 你又查过 注意 以下哪种不是还是不是啊 不是 不是传递军情的方式 A 挂灯笼 B 人力传递 C 鸣炮 D 放风筝 3 C 还是D C 2 天歌你选什么 C C C 我觉得是C 1 我觉得C D吧 请选择 超越 D吧 公布答案 首先 挂灯笼肯定是对的 人力也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鸣炮是靠声音来传递 鸣炮的线不是无限长的 当一个位置和一个位置距离非常遥远的时候 怎么可能用那么长的线呢 有一种方法不是 就是放风筝 谁说的 阮静天 他让他查过 站的什么网 你上的什么网 阮静天 我要杀了你 救命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这是我今天晚上第三次说 因此 杨超越又是对的 超越 B吧 我猜是常常我也不知道 超越你的答案是 B吧 B吧 杨超越又是对的 所以杨迪从你开始捡 你是不是捡这根比较方便 周深 你来给天歌捡 来 来 我们让开一点 小心 减了 减了 321 厉害 厉害 小天我有一个伟大的想法 就是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 等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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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下一道题 小明是助手山海关的士兵他不可以在山海关的遗楼里做什么 我手在过 可以 A 休息 B 居住 C 点烽火 D 战斗 B 确定 真的了 阮静天你觉得你可惜吗 我都剩两根了 我都不怕 百分之百是居住 杨超越你的答案是 C 我想C 跟着超越走 杨超越为什么是C 因为我觉得烽火 我应该在烽火台里点 有道理 说得好 选择5 4 那就选B吧 3 B 2 1 来 叶哥 C 好 现在出现了两个阵营 其实底楼里面 他要做的事情包括他要战斗 他要休息 长时间的铸守边疆 铸守边疆的时候 你回屋睡觉 是可以居住的 杨超越给出来了非常完美的答案 点烽火的地方叫 烽火台 烽火系诸侯的烽火台 左边的沈南 周深和天哥 要再各自剪断一根 烽火台不点烽火 那这个干嘛 怎么用着呢 你这么抓起来之后 完了 先有两个脚踩在这两边 啊 啊 啊 嗯 哈哈哈 好痛 好 沈南现在两根还很舒服啊 舒服 好的 周深 好的 周深 你帮我捡那根 你确定啊 夹紧啊 我要捡啊 捡了 3 2 1 捡下去 为自己补赏 下一题 快点 下一题 民间传说 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中 孟江女和丈夫成亲多久 就被迫分离 A 三个月 B 三周 C 三天 D 三个时辰 请选择 三个时辰太过分 三天吧 3 2 1 左边阵营全部选择的是三天 右边的阵营还在彷徨 快点 除了黄平浩 所有人都选择了三天 超越 你认为是 我觉得三天我 杨超越认为是三天 等一下让我纠结一下 A跟B可以 快啊 黄平浩现在又选择了三个月 那么黄平浩 现在你不得不再被剪断一根绳子 因为正确答案是三天 我的丈夫因我成婚三日 就被抓去休止 庆畅畅 快点 你好要剪了 好的 我问你 我这根如果坚持到最后 我该怎么回去 听下一题 杨超越现在准备学书法 如果他仿写刚才的天下第一关 五个大字 那么他应该学的是哪一种字体呢 啊 A 凯书 B 凯书 历书 C 行书 D 草书 B B吗 B 凯书 历书 行书草书 确定 我确定 沈南非常确定 我非常确定 是历书 你怎么确定 我恨你 所有人选择的都是历书 只有杨阳迪选择的是凯书 超越你选择 凯书 凯书 好 我也选凯书 侯明豪改答案了 叶哥也改了 于是我们又分成了左阵营和右阵营 不改 左阵营沈南告诉大家 那就是历书 就是历书 沈南你记错了 爸 爸 正确答案是 凯书 我是练过厨法的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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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块已经给你做好了保温筒 我捡了 行 我捡了 行 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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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太牛了 哈哈哈 不行旁边那个先剪掉 我不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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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哇 哇 不行 快快快 赶快那里面暖着 这不是我们的考试第一名吗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呢 赶快 接在里面 保温同理很暖和 你这种会发现在这里面待着 好舒服的 双刚老师 介绍一下都剩几根的呗 你们为什么要挣扎呢 来吧 可舒服了 请听题 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请问下面哪个故事不属于 这个我知道 我上场 A 嫦娥奔月 B 白蛇传 C 梁山博与祝英台 你觉得呢超越 超越你觉得呢 我觉得白蛇传吧 白蛇传 超越觉得是B 白蛇传 我觉得应该是B 白蛇传 白蛇传是小说 快点公布吧 快点公布吧 四 题目是什么 嫦娥奔月 白蛇传 杨山博与祝英台 牛郎之旅 哪个不是民间传说呢 题目是什么 嗯 中国古代民间 古代民间 古代民间 有了 沈南你要干嘛 我说有了 听听我的吧 你们听一下天儿哥的 题目是啥 诶 我说诶 民间 诶沈南你什么意见啊 你说说 你快点公布吧 好 我们来公布 正确的答案 我刚才已经提示过了 它是民间故事 它不是神话传说 所以不是民间故事的 当然就是就是 嫦娥奔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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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沈楠 你自己下去吧 好不好 伤機無辜了 快過來 沈楠 特別好 快快 沈楠 你在堅強著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快咳死了 最後一題 我撐著 我跟你說 如果你們不能都掉下來 我就在這編 別 別這樣 說要算數 你們這是怎麼了 你們兩個 我這管接哪兒了 你這管 生氣的 打得卡圖裡還就那麼卡的 沈楠 有的時候要給節目組面子 好不好 你就要假裝裡面很熱 好嗎 好 疼疼疼的 挺冷的 對 那都給你們 挺好的 很熱 好 可以嗎 嘿 就可以了 好 聽題 大家認為哪一個朝代的長城最長呢 请判断 A 明朝 B 秦朝 C 汉朝 D 都不是 第二 我查过 秦朝 我查过 阮金天你说真话 阮金天一直在大喊 我查过 我看过 有点 一招被蛇咬十年 怕草生的感觉 就只要你跟我说 你查过 我就会先打个问 好 正确答案 来 周深选择了都不是 黄明昊选择了都不是 A 杨迪老师和叶哥 选择的是明朝 我们来公布 最长的那个朝代是 四位 最长的那个朝代是 C 汉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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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一个人答对 他要撑一会儿 周深放弃了 周深你放弃了吗 你自己下去还是捡你下去 你自己跳下去 可以轻轻地下水 要不然你会普通一下下水 你就进的水多一点 看周深多么优雅地进水 小心 小心 哎 咱们无论如何都得把杨迪给剪下去 这样 是吗 对 到最后耍赖也得把他给剪下去 对 好不好 对这个家伙就得欲望型的样子 没想到我现在 你看当年的最后一名 通过不懈的努力 变成了最后的胜利 对你变成 做好了 你坐稳了在 就这样可以 好 各位休息一下 提没有了 提没有了 是不是该剪的 快点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有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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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你好灵活 有三位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请安安把金砖拿上来 这是给最后获胜者的奖励 好 今天 节目组真的非常良苦用心 就包括这次在上海关的一天下来 第一站是脚山 它让我们去直观地就是了解到我们长城的威额 它的高度或者它难爬的那个程度 通过《水龙秀》 《舞龙》 包括后面的《孟娇女库长城》 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长城也有它的历史文化 然后风俗还有一些传输的存在 有些知识平常可能是不太去注意到 现在在这个节目里面就是一种玩乐的形式 以及答体 竞争的一种形式 整体玩下来之后 这些知识和内容都已经 不知不觉地已经寄到了脑子 对于我而言 其实一开始查 就算我查到答案是对的 但是真的并不代表我理解那个答案 我要更认真的去走过 金屋主带我们走过的每一段长城 可能未来有一天 我的知识储备量可以跟上 可能未来有一天 我查到的东西 我都能够真正理解 我带我孩子去爬长城的时候 我可以边爬 边给他们讲长城的知识 让他们也能够从小 就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 再次感谢和祝贺我们的七位专员 走四万里中国长城 学五千年中华文化 下周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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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